Hello 大家好 朱川濤 知心小小的觀眾 大家還記得 九十年代到二千年初 港產片什麼賭合、賭勝 拍攝場景通常在賭船上開賭局 賭船當然 船上有賭場在 搞賭船的原因 因為地方的法例不准讓人開賭場 例如香港 所以載人出公海後才開賭 那就不犯法 其實很多國際郵輪裏面都有賭場 相信大家都知道 香港賭船最輝煌的時代 應該在九零年代到二零一三、一四年之間 熟悉的雙魚星號、中華之星神龍號、大都會、明都會、澳門實德、習美 這些都是知名的賭船 相信不少資深的觀眾都可能上過去玩 不過在二零二一年三月底 香港大都會郵輪被高等法院做公開拍賣 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 在賭船盛行的年代 一向都有一堆捧場合 香港人也有 內地人也有 廣東道一帶 有些人在賭你上賭船玩 六點過後 尖沙咀碼頭 有一些駁船仔來接人上郵輪 當然要辦理出境手足 相當熱鬧 怎樣上船玩呢? 當年實德買一萬泥馬 送海景大藏房 還送三百推廣馬給你 不想賭的話 你可以直接買一張飛上船 有些船很便宜 大都會的舊半 有些兩舊半 有些五、六百都可以 上船玩 但可以不用賭 晚上七點鐘 尖沙咀碼頭上船後 開船 跟著馬上吃自助餐 沒什麼好吃的 有些人說是垃圾自助餐 船上的娛樂 有卡拉OK 桑拿 還有一些表演都有 吃完東西 可以上甲板吹吹風 吹吹水 到十點過後 多些船出到公海 船就開始廣播了 哎呀 賭場開始開放 其實當時賭船很老套 肯定不及澳門 但也滿足一些 喜歡玩兩手的香港人 內地人 船上的服務算不錯 聽說 賭桌方面 八加六兩舊水起步 五舊都有 賭客方面 當然是香港和大陸 差不多一半半 但賭得不算大 賭得大那些 船上一樣有VIP 有VIP賭廳 全部都推二十萬 三十八一口 很厲害 好像賭神那些 這些客人才是真正幫賭船賺錢 其他散客根本圍不了 還有女公關 聽說 代客電話頭珠 玩一陣可以繼續吃宵夜 如果不玩 會不會上個甲板套搓墨魚 開玩笑 當時實得的噸位是最小的 所以應該是最拋的人說 雙魚星最大 理論上沒有那麼拋 中華和神龍都說OK 大噸位 不過計船和房靚 食有保證 他們就說雙魚星和中華最好 中華間間房有窗 三層有客房 有兩層有露台 雙魚星不大 但聖在 火食好選擇多 晚餐不用錢 都吃中西泰任選 給錢吃日本食 或者雲吞麵都有 其他娛樂都多 在上面玩一晚 睡醒後 吃過早餐就等下船 這些節目上賭船 當年都是不少人的娛樂 不過現在沒有了 大家勉懷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麼經歷 可以在留言裡聊一聊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未截同意為馬 多謝大家支持